我們最近這個選舉啊 選舉有一個口號 娶妻當娶陳佩琴 對不對 有這口號對不對 我今天看完這個新聞後 我覺得這口號改一下 娶妻當娶大S 大S竟然借汪曉飛2600萬 而且不是新台幣啊 是人民幣啊 到現在還沒還啊 娶妻當娶大S 這還是對的吧 我們現在來跟各位說 金城世少空心大老官的一個故事 第一個 汪曉飛手上沒錢 那手上沒錢他真敢 為什麼呢 那時候來台北的時候又買豪宅 還說你那個床墊你要自己買 後來還據傳買了一個S Hotel 結果原來台北的買房錢 全部都是大S出的 而且還積欠上益 還擺爛還不還 但重點是這個男的 大概知道說台灣妹真是好 據傳他現在的新老婆 還是一位台灣妹 那我們先把來龍去曼星跟各位說一下 大S借汪曉飛2600萬 如果不是新台幣 那他就是人民幣 各位這1億多了耶 所以為什麼S媽 他會扯入整個財務的一個問題當中 當場淚崩 為什麼當場淚崩呢 如果真的欠那麼多錢 我們來看喔 雙方的離婚協議當中 汪曉飛每個月應付給大S 應他婚內出軌的精神賠償金100萬元 然後呢小孩的撫養費100萬元 房貸100多萬元 每個月約300多萬 然後呢 自前年大S跟巨金業再婚之後呢 汪曉飛便擺爛至今喔 積欠的金額估計已經超過了7000萬以上了 好 第一個這個男生是空心大老官 而且這個男生非常的一個花心 第一個 賛養費不付 對 欠了7000多萬 第二件事情大S2018年 大S有爆料 2018年王曉飛向大S借款2600萬元借據 對 沒錯 那個借據那時候大家都有看到對不對 就現在有人說 知情人士進步透露2600萬 並不是新台幣 分別是人民幣1600萬 港幣1000萬 這兩個我們算匯率一樣好了 那就2600萬的人民幣好不好 就上億了嘛 而且上億的不打緊 各位去想喔 包括了汪曉飛的媽媽叫張南 還有汪曉飛 兩個人永遠都在蹭誰 永遠都在蹭大S啊 好 我們說 台北買房錢全部都大S出喔 然後每次張南直播呢 只要是有大S的新聞就蹭流量 甚至於連人家的親家 在辦商禮的時候 他都出來蹭流量 對 這個真的是很不守武德 你知道嗎 完全沒有道德底線的嘛 所以呢 我們後面呢 這個國內的一個週刊就說 證實汪曉飛 積欠大S是上億元的 所以呢 目前的S媽就說 不要靠抖音來掩蓋真相 我們來說喔 這個是過去 還雙方還和好的一個時候 那目前呢 S媽 他接受專訪的時候就說 欠錢 他是事實 今生不還 來生還 真的是昏了 真的是昏了 我年紀這麼大了 不懂抖音這些東西 也不知道怎麼直播來蹭流量 可是心裡頭非常的別屈 為什麼呢 還好我的心臟還行啊 不然現在可能真的沒有S媽了 那為什麼會沒有S媽呢 很簡單嘛 各位你想想 我們台灣的女孩子去台中 本來想說你是金城四少 結果想不到是空心大老官 空心大老官本來這件事情 搖搖牙忍了也就過了 結果呢 沒想到你欠八千萬上海費不付 你借了一億不還 現在連共同戶頭 八千萬都被領走了 而且還婚內出軌 而據傳在大肚子的時候 還打人家 這個是黑人講的 好 我們來看喔 週刊的說法 S媽還當SHotel的 陳豬保證人喔 那當陳豬保證人各位都曉得 我們是地主 台北的人是地主 地主的你租這間房子下來 要當成是飯店 你是不是要交所謂的保證金 保證金他在共同戶頭裡面 想不到S媽的八千萬 居然被汪曉飛給領走 實在是太過癢 太過癢了 S媽他就說 當年為了汪曉飛擔任 SHotel的陳豬保證人 意思就是 如果汪曉飛付不出 SHotel的房租的時候 就要由S媽來做負責 然後呢 S媽在兩人離婚之後 曾多次 向汪曉飛要求要 卸下保證人的一個身份 但那時候先跟各位談喔 汪曉飛那時候其實已經 整個頭順都已經全部亂掉了 他那時候能擺爛就擺爛了 所以他就不願意去辦喔 不願意去辦 一直拖 拖到今天 後來這個巨傳這邊脫手了 有脫手了 另外一個另外一組的人來接手了 那當年汪曉飛在台灣 不願意跟整個岳母一起住 才用戴S的錢 買了第一間的一個房子 後來那間房子賣掉 高價賣掉 據傳還賺不少錢 在現在的所謂的台北信義 再買一間喔 好 賣掉第一間房的剩下的錢 開了共同戶頭喔 用來繳現在的一個房貸 結果有一天 大S就說奇怪了 戶頭裡面的錢怎麼不見了 那戶頭的錢 這種所謂的共同帳戶的話 正常來說應該是 程序里約保證 雙方 例如說我們兩個人 開一個共同帳戶對不對 你的印章跟我的印章同時要到 所以一定有一顆印章被偷走 一定有一顆印章被偷走 所以這中間到底有什麼貓膩 我們不曉得 但根據周刊的一個說法就是 汪曉飛很可惡 但最近汪曉飛的訊息也非常非常多 他在台灣現在又找了一個新的妞 當成他的太太 所以現在小孩也有新的一個監護人 但我認為大S不會放棄啦 但重點是過去我們都認為 大陸人很厲害 高大上 其實中國大陸人騙子才是真正的多 沒有錯 這就是空心大老官啦 好不好 空心什麼 大老官 大老官是什麼東西 就是他這 就大少爺 大老官是少爺的意思 一個人再一個官 空心大少爺嘛對不對 搞什麼東西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嘛 娶妻當娶 陳佩琪要改一下對不對 娶妻當娶大S 對你這麼好對不對 人又漂亮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不好好珍惜對不對 人生過去就過去